大家好 今天我讲一个有趣故事 大象和小猫 有一次小猫猫坐在一棵大树下 正在去看捕捉拿和办法 突然走来的一只 大象看到小猫猫 把鼻子笑着跟说 靠你这小小伙伴 学生还没有我了 半天体子大 哪能叫做动物呢 小伙伴听了病了三切 好生叫回来说 圣诞啦 别想看我 在这之后 我妈妈互相当作呢 大伙伴不是最骄傲的说 靠你这不知那小伙伴 竟敢摸到你高级长者 来咯 说完就按着他那长长的鼻子 和肥大脑袋生气 嘴嘴走了 过了几天 大伙伴就走到那颗大伙伴 但他仍然得也长 站住一间成年了之后 突然 大伙伴就走到家面 跑出来一只老鼠 嘴嘴嘴嘴 他就一直滚着大脑袋子 像长材质那只 嘿嘿嘿嘿嘿嘿 可是家伙伴老鼠 已经趴在尾巴上了 大伙伴老鼠 我到好些时候 弄得马之大汗 气流闯不快了 嘿嘿嘿 还是不能把老鼠消灭掉 但是气流 你看就在 叉叉 老鼠消灭掉大脑袋子 哈哈 这无法遮掉 正好老鼠欄伴 老鼠欄伴 看到大大鼻头上 骄傲 但是招在自己头中 会打完 不过来 不过来 圈子一挂熟 想让马头这里面 这二车二车 比较大人 比较多了算 并然还知道 啊 这时 大人真是又残酷 又感激 感激得年轮红了 感激得这一场穿那类 从此以后 但现在也不敢瞧不起别人了 他改变了对待小花猫 他就还好讲花猫 解图 听面的朋友 同学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可别想看别人了 每个人做 各自长出 值得我们学习的 谢谢大家啦